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仙迪 台灣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 大部分民眾要留在家裡抗疫 誰知屋漏偏逢連夜雨 台灣短短五日內發生兩次大停電 反映出供電系統脆弱不堪 商認部門管理水平有限 高雄興達電廠上星期四大停電 經濟部次長曾文新解釋 是最高用電量超出預期 發電機組檢修 缺水導致水力發電量降低 再生能源發電量不足 這四個最壞的情況發生 再加上匯流牌故障才導致大停電 後來又說是台電人員操作不慎 不關開關屬於人為疏忽 昨天全台又發生大停電 台電高層緊急召開記者會向公眾道歉 台電說因為輕達電廠而煤機組故障 碰上用電需求大增 用電量超過供電負荷 所以迫不得已輪流限電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對此感到非常抱歉 又說大家都很難接受短時間兩次停電 連他自己都很難接受 有網民諷刺 缺水缺電缺疫苗 正是台灣當前多災多難的寫照 台灣評論說 真是不能怪很多不滿意蔡英文的民眾 會說蔡英文是空心蔡 因為這就是蔡英文 或者說是蔡政府最大的問題 對外的宣傳都說得很漂亮 但與民眾實際的感受總是有落差 其實全球能源趨勢 隨著再生能源的普及 正逐漸從單一大電廠集中式供電模式 轉移至分散式供電的多元能源模式 以降低停電風險 大範圍停電突顯出台灣一直以來 過度依賴集中式能源系統供電 未來停電恐怕會成為新常態 由於台灣核四公投 組織公投和能源轉型的討論斥熱 很多民眾直接聯想到三個月後的公投議案 網上有聲音認為 如果啟用核四廠 停電的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同時不少民眾批評民進黨的非核家園政策 嘲諷反核運動的口號 用愛發電是廢話 再過兩天就是蔡英文第二任期上飲一周年的日子 剛好發生的停電危機和疫情爆發 亦都是令民眾重新檢視政府 行政能力和態度的一個契機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 拜拜